传载400家号作者,嘴炮格斗近日徐晓东,一位语情MMA职业拳手牛小强,在网络上因方便录制娘炮事件而产生头角,牛小强当时就向徐晓东提出约战,徐晓东也表示同意,随后徐晓东还在个人媒体账号发文表示, 但是,如果想要打他的,一个一个先去排队,但牛小强似乎有些迫不及待,并且又做了一次正式的报告林书,向徐晓东宣战,牛小强说道,徐晓东先生您口口声声,说,我蹭您热度,好我承认一年多前您是个网红,我真的要蹭您热度,为什么不在那时,而在现在,说到蹭您热度我觉得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你, 别的大师挑战,你更多的是为了给传舞证明,而我是因为您触碰了我的年龄,我曾经是一名军人,请问我奋战在基督一线,为了国家我甘愿付出我的一切,的时候您在干什么? 您居然公开去污蔑,我改国籍,我始终是中国人一辈子不会改,所有退役军人,都始终记得离开部队的誓言,退伍不退色,随时响应国家叫坏,我是特战队出身,你知道什么意思吗? 就是作战部队第一提队,就是改死队,我们的血和骨头是因着死都不会投降,终成就是我们的魂魄,而您一直对我恶语相向,可我何曾如你骂你? 我今为我自己的信仰而战,希望您能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,要么和我道歉,要么一战,我让你感受一下军人什么叫做,敢打敢拼刺要敢于道歉红的,精神,团战,单挑,帮小龙还是绳圈,任军选择,很多权迷朋友可能不知道,牛小强是中国早期的MMA职业拳手,如果时间退回到期,八年前, 那个时候中国MMA才刚刚萌芽,牛小强曾战胜过情UFC中国拳手王赛,也与UFC李景亮打过比赛点数落败,他曾在战力搏击和MMA双线作战,此外还在陈加哥练过太极拳,八极拳,俄眉拳等传统武术也练过,客观来讲,由于早期中国MMA技术并不完善, 那个时候中国MMA处于摸索阶段,所以说牛小强的MMA技术不能同现在相比,但退役之后的他应该仍然保持训练,MMA技术肯定也是与现代接轨的, 牛小强擅长打战力,打法非常硬,喜欢硬抗但这既是他亮点,也是缺点,与王赛那场比赛非常经典,双方获利全开,非常震撼,退役之后的牛小强就非常低调了, 即少听到他的相关动态,如他所言,在他看来许小强是碰到他的逆临了,才重出江湖,因此他这次的发文,已经算是正式的约战了, 不过许小强对此暂时还没有做出回应,当然许小强一直都在忙着他的中华女术大赛败管之行,此战如果真要开打,估计有得等。